早安 還有女記者Alba Alba帶了一個他覺得很精彩的景點 就是在泰國北部的一個地方 上星期簡單說了拜這個地方 是一個山區的地方 跟我們一般想像泰國只是有resort 陽光海灘 對不起你歐了 其實現在泰國去這個很漂亮的北部 我覺得有很多歐洲的感覺 還有很寫意的感覺 跟你在Banggok吃東西很快去disco 那種城市的感覺是兩樣東西來的 自然不同 自然不同 還有可以享受生活的感覺 Roman都點頭了 你很回味在拜的風光 這個地方就是我泰國裡其中一塊最喜歡的地方 那就好了 如果我們真的想去的話 你知道香港人說要享受生活 但都是算得很精彩的 因為始終假期不多 如果我真的想去拜 上次說過他都要轉一下機 他要在青邁搭內陸機 或者好像Alba那樣租車 然後駕進去700多個彎 駕車進去公路那裡 遇到多少天才可以去整天去拜這個地方 最少都43天 我會建議5天4天會好些 你可以留一晚在青邁那裡 都可以參觀一下青邁有不同的景點 再鬆動一點 不用這麼說 因為現在港龍去飛 一星期飛四班 星期三、四、六天 星期三、四、六天 最長可以駁到5天的圖片 可以去拜又玩得舒服 然後又可以回到青邁那邊 又再玩前走 不過要留意內陸機 Garn Air 它Low Season的時候 不是每天都有機 大概星期五、六天可以飛 所以要加時間 要不然去到走不了 但去到旺季的時候 每天都有機 旺季就是11月到2月 現在9月10月都沒有再旺 沒有再旺 但其實又好些 因為其實很誇張 拜旺季的時候 整條路真的很多車 有聽過泰國同事跟我說 旺季油站是沒有油給你入 不是吧 是真的 上次你說很便宜 因為油 有錢便宜 但因為它多車去 入到沒有油 因為油都是要在青邁運過去 所以太多遊客的時候 旺季就有這樣的情況 可能是否捉住旺季前後 例如你10月去 如果你想明年才去 2月底 黃季尾都比較好 而且天氣是否最好 最好是 你想想整個泰國都這麼熱 所以泰國人在黃季 去到那些地方都涼一下 不用熱 美暑的意識 每個都湧上去 風景又漂亮 又有泰國花體 所以一樣東西很完美 所以人都是正常的 如果我們真的要計劃這個旅程 四天三夜左右 其實會做些什麼 如何安排行程 Alba 你上次的經驗 可以分享一下給我們 其實我上次就是在網上 出發之前 在網上 租車 到青邁之後 我住了一晚 第二天才出發 沒錯 就是專人 專人講英文的司機 駕駛車來到酒店 就跟我們一起出發 其實去拜有很多方法 我很建議 駕駛車 經過那條1095公路 轉七百多個彎 762個彎 762個彎 為什麼呢 因為沿途有很多 很特色的咖啡店 對 其中有一間 我記得是 應該是我第一個停車 大概是在公路的35公路 大概駕駛了幾久 那裡大概是半小時至九小時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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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有時很怕 很悶 要坐三個多小時 那些人就打退堂鼓 但這樣就不會 其實聽你這樣說 整條路都有事情好做 其實沿途風景都很漂亮 但很多綠草的時候 你看看都會合眼 但突然之間去到這個景點 就會醒醒 有什麼看呢 其實那裡是一間 叫做The Vintage Coffee Shop 它是一個很歐綠式的建築 是 你在泰國突然之間 看到一個這麼歐綠式的地方 你會很難以置信 我立即找到這本書出來 我給Felix看一看 你的照片真是令我 這裏是泰國 不是畫 你們是不是設計圖片 我問 你有一個很漂亮的噴水池在外面 然後是歐洲式的那些 裂屎白色椅 那些建築 那些鐵白色椅 然後是藍頂 然後很大座的建築 好像在歐洲一樣 其實我跟老闆娘聊過 其實這個建築是她的女兒 讀 在外國讀書 親手設計 哇 那是不是沿途的咖啡 其實都是這種風格 是的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間叫做Coffee in Love 這個就是去到拜的地方 才看到 是的 這間咖啡曾經 在一套泰國電影叫做 叫做 Buy in Love 我想都是主要 除了國內的遊客之外 還會打回外國遊客的市場 你知道泰國本地的 是的 泰國本地的市場 還有外國的市場 所以我去過的咖啡都比較西化 即是喝Cappuccino Mocca 泰國人是很喜歡喝咖啡 所以其實在清邁 拜附近的地方 有兩樣東西它種得最多 種茶 還有種咖啡豆 所以它有些是用自己本地的咖啡豆 即是你就算在那裡喝Cappuccino 它都可以用自己本地的咖啡豆 是的 那咖啡豆有沒有什麼特別 有沒有什麼特別 我對咖啡也沒有 剛才說過那間La Vintage 它那裡都會有一包包的咖啡賣 即是他們本地在高山種的咖啡 即是如果有興趣想試試地方的東西 真的泰國的咖啡是怎樣的 這個地方就可以去 做手信都非常適合 我覺得泰國的咖啡很香 那入鎮之後 如果繼續說吃 我們也很關心 你去到這個拜的地方 都叫做山區 又說在北邊 那我直接聯想就是 會不會很窮鄉僻壤 會不會沒有口吃 都不會 不會的 因為剛才都說過 很多外國遊客去到這樣 所以其實很多 真的八國那麼多 很多很多 我去到有吃猶太食 有些吃中東食 吃泰國本土食 或者是意大利食 西餐那些都很多 很多很多 因為市中心裏面 有幾條walking street 其實有些泰國小販 賣食 賣糯米芒 有得吃 串燒 那些有得吃 我最喜歡吃的薄餅 薄餅有些 香港人喜歡加些香蕉 巧克力 我喜歡的叫做 Tamada 什麼都不加 他只可以加煉奶 加糖 不過是肥的 你多次怎樣叫那個 那個薄餅叫做 Raw D 什麼都不加 普通的 叫做Tamada Tamada 不加任何 加了一些 很好吃 可能十匹 或者十五匹 一個 市中心其實是一個 都挺旅遊區的地方 對 少少旅遊 大部分 剛才Edward說 Backpacker多 是 因為你不會看到有團 不會看到有內地遊客 去到那裡 這樣可以 因為很難去的 反而對我們 是 好 休息一會再回來 繼續在拜 除了吃之外 住也重要 玩也重要 有什麼地方可以去的 這四十三夜 待會再跟Alba 跟Warrant 聊聊 你有意見 上來Facebook聊聊 搜尋 BRAVO BRAVO 997 新城資訊台 程凱欣 趙國安 雜資新世代 BRAVO 997 新城資訊台 雜資新世代 黎嘉欣 星期四 四圍騰 繼續回來 四圍騰 今天騰到泰國北邊的地方 叫拜 好 去到拜那裡 剛剛Alba好笑 在咪後跟我說 你看到泰國鄭伊健 沒錯 怎樣啊 鄭伊健也有你 因為拜鎮裡面 因為他多外國人 所以他很多酒吧和餐廳 都有音樂 Live Music 氣氛很好 對 氣氛很好 一個外國的地方 不像一個泰國的地方 泰國的鄭伊健 就是我幾晚去不同的餐廳 酒吧 泰國的時候 他都在那裡 多見到他 沒錯 其實是他追著你 還是你追著他 互動 其實他很勤力 他唱很多間 是啊 他有一間酒店 走的時候 想著 你明晚還會不會在那裡唱 你想追著我 你待會去哪間哪間 我都會在那裡 其實是跑場的 對 你們兩個正在發展 但是在拜這個地方 通常是否晚上都會回到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市中心 因為他都集中在Walking Street 對 所以才可以幾晚都在不同餐廳 不同餐廳、酒吧 不同餐廳、酒吧 泰國自己見 好 那日後去哪裡玩呢 日後的話 駕車的話可以去國家公園 因為拜那邊的環境 自然環境真的很漂亮 有瀑布、峽谷 很多很多東西 其中一個國家公園 我去過就是 裡面有很多很大的樹 而且裡面很出奇地 泰國是有溫泉的 泰國有溫泉? 泰國這麼熱 還走什麼溫泉? 大家很驚訝 泰國溫泉 主要有兩個特色 一個去到80度高溫 外面有幾十匹賣雞蛋 給你一顆粥 蛋的泥在住 放進去 煮煮 不知二十分鐘 就會有類似半山熟的蛋 溫泉蛋 對 很細心的 給了一小包的美極 醬油 擠下去馬上吃 然後水流落一點 沒那麼熱 我想泰國人可以浸一下 或甚至整個人跳下去 泰國人很有趣 他在游泳中喜歡穿衣服 穿上牛仔褲也會跳下去 你會看到他們全都穿衣服 反而看不到泳衣 如果你要看泳衣 麻煩你還是去那一把鬚梅 去那裡是沒有的 但是這麼熱 浸溫泉有什麼感覺 因為它的礦物質很有藥用價值 我曾經浸過那些腳 其實也挺厲害 滑的 不過拜那邊是否沒有你去曼谷那邊這麼熱 整體來說都會涼一點 拜一定會涼一點 因為它一來北部 二來山區 地勢越高一定會涼一點 所以都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熱 浸溫泉是其中一件事 但剛才Alba說那個國家公園 因為他說他們訂了一輛車 其實在拜活動 不會有其他交通工具 你一定要訂司機 駕車離開 要是自己要吃駕車 其實去到拜鎮裡面 很多Backpacker他們都會租電單車 或者租一些私家車 還有單車都有 而且上山的話 單車就會比較麻煩 如果你體力好得的話 就可以挑戰 其實就會建議大家 快點考一個電單車牌 對 學會怎樣駕駛電單車 很舒服 說的是租電單車一天 最便宜一百匹都可以租 旺季都是二百匹 好划算 幾十元租電單車 上次說不用泊車 有錢又便宜 對 你電單車有錢更便宜 入門也不用二百匹 可能真的有機會 但不會當失路 那些路都容易 很容易 因為他出一條路 他都要走幾個方向 還有跟人 這麼多人的時候 還有那些人很nice 你不懂得問他 剛剛講那個國家公園 Alba其實進去是一個 行整天的地方 行山 是怎樣的地方 其實他分開很多個區域 有些如果你想看瀑布 就走遠一點 可能都要走兩三個小時 即是遠足的地方 如果你說怕司機等 我們就選了一條 大概走半個小時至九個字的路 這個時間都可以 一般人都應付到 對 他不是爛路 是一條真的鋪得很好 你旁邊都是綠樹環抱 有很大的樹 給你捐山洞 住那方面 在拜這個地方 即是我當 剛才Raren 說五日四夜 其實去都已經去了一天 我都不會第一天去玩 中間其實都只有一天兩天 去了那個寡公園已經一天了 那麼大的地方 還有沒有什麼小小的地方可以去一下 Raren 其實可以說一下 住沒有一些大的品牌 全部都是泰國屬地 我們叫精品酒店 其實你可以幻想到 好像台中那些清景農場 附近一些 其實大部分都是 那些泰國人 可能是一些富二代 去完出國 留完學 有錢 回來又去建一些 他自己心目中很喜歡的地區 其中有一間叫班貢鏡 它有一個荷蘭式的水車 班貢鏡 對 班貢鏡 記住就記了 不要問我為什麼 班我知道為什麼 是家裡的原因 貢鏡我忘記了 貢鏡的家 他自己有農田 種了蔬菜 之後他熟了 拿來採摘 然後他員工煮早餐 下午給你吃 很民宿的感覺 對 另外他在外面的路 種了很多花 很漂亮 大概這些 精品酒店 在這裏 什麼價位 他淡貴大概一千匹一萬 一間房 這麼便宜? 現在是一港幣 對四個泰駐 四個泰駐 即是二百多元一萬 那便住兩個人 即是一港幣八多元一晚住 有冷氣 有熱水 我當你旺歸 誠意 給你兩倍 都很便宜 八包早餐 不是吧 那個早餐 真的要說 他泰國食物 就是buffet style 不是很多 不是大酒店 會吃什麼 炒可飯 有粥 我覺得泰國的粥 是很好吃的 跟香港不同 那些調味是香很多 大家有機會真的要試一下 另外可能有些炸雞腿 香腸 麵包咖啡 喝喝喝蔥 嘩 如果一個這麼便宜的價錢 可以享受到歐洲式的風景 然後又有些好像去到 你幻想自己去美國國家公園 有瀑布體的森林 然後沿途可以去到很多 設計很漂亮很精美的cafe 這個選擇都非常OK 整件事的旅程都很划算 如果你喜歡駕駛 我覺得更加要嘗試 你那個762個彎 那時候我租了一輛Honda 在Sea Week 我覺得那個地區 一直用二波這樣駕駛 就很爽的 哈哈 即自動波車 你都可以泡在二波那裡 剛剛好 動力又夠 是 好 這一個早上 介紹這個泰國叫Buy的地方 聽完之後 如果以前只覺得泰國購物 洋光外海灘 就去這個 都可以游泳 但是看別人穿了整件衣服 在游泳的地方 好 這一個早上 多謝Alba和Warren 我是